台中博力自然科学博物馆 来自英国的考古学家泰纳沃克·高登 现在是台中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人类学组发掘计划的驻管文物修复师 在工作室里他不只负责淘气修复 也帮助了团队在金属标本 甚至是人骨的鉴定提供专业建议 它是重要的理解研究材料 什么叫做材料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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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会说到技术的技术 人们使用这个技术 甚至是用这个的使用 泰纳沃克专精考古文物修复 及人骨DNA研究 2003年受云林科技大学文化资产维护系邀请 来台湾担任客座教授 在这之前他也曾经在大英博物馆等 大型文物修复中心任职 当时他发现台湾的文物修复教育 仍属于发展阶段 于是决定留在台湾任教 而且一待就是20年 哪里是最好花的时间 那里是你觉得 你会有影响 做好事 任教期间 泰纳沃克培养了许多领域内的专业人才 毕业后受聘于国内外知名博物馆 及修复中心 为台湾考古及文物维护教育 即便已经从教职退休 泰纳沃克依旧执着最爱的文物修复工作 以考古为执志 希望为台湾的文化资产 揭开更多神秘面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